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我从童年的方向 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 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 你放牧乌云和阳群 雄辫的风带来洪水 胡同的逻辑深入人心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 出自北岛给父亲 今晚我选择了一篇文章 来自于秀华 大家知道于秀华 是因为他写的诗 而最近呢 他出了一篇散文集 叫做《无端欢喜》 而这篇文章就出自其中 要让人生有意思 而不是有意义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们 说到死亡这件事情 我就无法自欺地心虚 年少的时候 觉得它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而且与自己没有关系 哪怕身边的人死 哪怕身边的人死了 也不会联想到自己 那时候真不识愁 所以愁就不是愁了 现在年纪大了 才感觉死亡就在身边 而且如影随形 哪怕一到门槛 也可能是一个死亡的暗语 即便如此 我对死亡的事 依旧一知半解 哪怕自己也经历过死亡的事情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 我突然醒来 突然被一种深深的恐惧 抓在手里 无法挣脱 死亡 如一个面带微小 而非常阴冷的中年男人 坐在我床边 他告诉我 如果你死了 一切就不存在了 世界上你曾经留下的 不多的信息 一会儿就会消失殆尽 之后 将不会有任何人记得你 就算是有一点微薄的怀恋 也是怀恋者一点 自愚的精神自慰 与你与他 从来就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四十年的生命历程里 唯一一次对死亡 如此深刻的恐惧 已至许多年后 我还记得那个深夜的恐惧和绝望 后来 我反反复复对当时的恐惧 加以分析和判断 才知道 不过是死亡的恐惧 突然而至的一种惊讶 根本不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 因为死亡是一件未知的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死了之后 会有什么发生 所以才会坠坠不安 如同爱情到来一样 如同结婚一样 我记得 当时我对结婚的恐惧 并不小于对死亡的恐惧 唯一不同的是 我们可以摆脱婚姻 但是无法摆脱死亡 但是 世界上唯一公平的事情 却也只有死亡 也许死亡之后 不公平的事情 还会继续 但是无法改变的 是死亡的本身 是公平的 因为死亡是公平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信心 在这个世界上苟活 活得愤愤不平的时候 还可以骂上一句 别看你个狗日的现在得意 到时候跟老子一样 死了 也是一堆灰 因为死亡的时间漫长 所以 我们要活得尽兴 但是 这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一出生 就在一个陈旧的世界上 许多游戏规则要遵守 否则就会被踢出局 怎样活着 永远是活着的课题 人们无所事事的时候 会想一想 想不明白的时候 就放一边 等无所事事的时候 再想一想 所以 一辈子过去了 在死亡这件事上 还是潜肠 遮止 当然 最好 也就是潜肠 遮止了 否则 一咕噜 跌进去 就爬不起来了 近来 网上疯传的一个 十八岁的高中生 还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天才 因为一眼望透了以后 几十年的日子 而自杀了 网上叹息一片 这些年里 我对死亡的免疫力 无端提高 没有任何人的死亡 能够真正打动我 让我能长久一点地 为他悲伤 何况是一个 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 我不知道 那些乐于为 不相关的人的死亡 哀悼的人 怀着怎样的心肠 他们的怜悯 永远如此泛滥吗 微信上 会有这样的心态 别人转载了他的死亡 如果我不转 似乎就没有同情心 似乎 我对一个天才的消失 无动于衷 于是上升到道德范畴 你这个人 道德败坏 且不说 道德败坏 是哪些人的判断 也不说 他们是不是有资格 进行这样的判断 反正 道德一直在那儿 别人怎么玩 是别人的事 我唯一想知道的事情 是这样的同情心 在死亡面前 会有什么用呢 谁该死 谁不该死 谁应该自杀 谁不应该自杀呢 生命 如同上帝 给一个人买了一部手机 你爱惜着用 可以用许多年 你有摔东西的习惯 摔碎了 就没有了 上帝也不富裕 没有钱给你买第二部的 十八岁的高中生 自以为把这部手机摸得透透的了 也看出了没有再多一点的功能 于是感到没意思了 于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把这部手机给砸了 致死的 还是一部崭新的手机 那些已经把自己的手机 用得破旧不堪的人看了 真是心疼啊 年轻的时候 我也想过 要么活得有意义 这个意义 就是不断地给自己新的东西 要么死去 反正人迟早是要死的 后来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 意义 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 价值 也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那样 活 是整个宇宙最宽泛的东西 我们的所谓意义和价值 充其量 就是一条直线 把另外的风景都弃至一边了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十八岁的高中生 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都粗暴地简单化了 上天给了一个人 某一方面的才能 已经是额外的恩赐 他不一定希望你的才能 为人间做贡献 因为人间怎么发展 那是上帝的事 他之所以把一种才能给你 是上帝的的确确 喜欢你这个人 他怕你在漫长而庸俗的日子里 觉得枯燥 而其他的大部分人 必须经过漫长 而没有意义的枯燥的日子 这个是没有选择的 有的人会成功 但是成功是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时间 成功之前和之后 同样是枯燥而漫长的日子 这是我们必须要忍受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 除了事业的成功之外 更持久和更入心的成功 是在庸俗的日子里 寻找到快乐 这个快乐点燃 会很简单 你种过一棵植物吗 你看过它发芽 生长 开花和结果的整个过程吗 于是我想到 这个高中生 之所以对生命感到厌倦 是不是因为 整天处在人 这一单一的物种里 而世界那么大 他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一看 其实许多事情 包括整个历史系统 也可以用一两句粗糙的话 一言以蔽之 然后就无话可说了 其实这只是看见了 生命的横向性 没有看清楚 生命的纵向性 比如一部手机 是的 它的功能用不了几天 就可以摸得清清楚楚 但是摸清楚之后 不等于完全的利用 就算完全的利用之后 也还会有更新 比如我的手机 我首先会下载一个 好用的电子阅读器 光这一项 就足够我玩上 好多年的了 我不看清那些自杀的人 我就希望 他们的自杀未遂 如果真正经历了死亡 人生的境界 真的会很不一样 他虽然不能消除 对死亡的迷信和诱惑 但是可以活得从柔一些 奶奶呢 我就要和这庸俗的 没有意义的生活 死磕到底 石铁声说 不要急 死亡一直在等着你 好像死亡是一个 你非常讨厌的结婚对象 那么好吧 既然必须和这个 无聊的家伙结婚 我一定要把我的忠贞 我的热情 我的好奇心 我的爱 浪费在这个世界上 把一副空壳 留给他 有没有一扇窗 能让你不绝望 看一看画画世界 原来像梦一场 有人哭有人笑 有人输有人老 到结局还不是一样 有没有一扇窗 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堆积多少 对你的知心话 什么就醒不了 什么痛忘不掉 向前走 就不可能回头望 朋友别哭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 你的苦 我也有感触 Zither Harp 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堆积 这些年堆积多少 要相信自己的路 要相信自己的路 人海中 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份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人海中 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份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